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堡垒 那么今天台北股市开高走高 大涨了265点 我相信各位在昨天 大家看到那个盘是吓死了 可是昨天你知道看上围的节目 你就不会害怕了 今天的大涨 就像我昨天讲的一模一样 昨天所讲的有没有完全命中 老师你昨天到底在讲什么 昨天上回在讲这个 来来来 如果你没有看我节目的 赶快上YouTube看我昨天 怎么讲这个大盘 你就会发觉到老师太神奇了 而且昨天全市场只有我讲 昨天我告诉各位 大盘在干什么 上个礼拜我的高点16041 到昨天的低点15320 刚好回档了721点 然后刚好做这个12月份 12月份从12月1号 到上个礼拜五 刚好涨了2292点 所以利用这两天的回档 而且是怎么样 快速回档两天721点 回档幅度将近31.5% 我说这是个很强劲的多头回档 各位强力的多头回档 是回档0.3或是三分之一 或是0.382 结果你发跌到它只回档了0.31 还不到三分之一 好强啊 所以今天会涨是正常的 因为两天就交代完毕了 我说这个盘太漂亮了 如果说大盘要回721点 如果是慢慢的盘跌那不好 这样快速两天就打正 就把它回档交代完毕 今天再涨 而今天在涨的过程当中 不止之前的台积电鸿海 今天还多个联电联发科来表态 你说是不是太漂亮了 为什么 因为明天台子期结算 因为太多人看空了 因为太多人放空了 所以这个控盘者太厉害了 他就花两天 花两天 礼拜五 礼拜一 花两天拉回721点 吓死各位 把短多单甩掉 再右空单进来 然后再嘎空 所以各位你看 昨天讲的完全命中 今天的工程 台积电再创历史新高 鸿海涨一块 联电再创波段新高 联发科再度大涨 重回五日线 然后上回告诉你的文貌第二 要买要快 昨天是告诉你开始布局 今天告诉你是要买要快 因为你再不买 我很怕它随时就喷出 为什么 因为低基期 因为法人准备要大买 因为低本益比 这样懂吧 好 那我们开始来追踪了 今天台北股市 你看到什么答案 果然大涨265点 可是各位在昨天 谁会这样告诉你 昨天 昨天 昨天杀到15320 谁会告诉你 他在做16041减掉15320 721点 再回档这一段2292 有吗 请问各位昨天全市场 有人这样讲吗 没有 没有啦 昨天全市场有谁这样跟你讲 你绝对找不到第二个 所以我说这个门太漂亮了 甚至你一些懂技术分析 都会被洗掉 为什么 因为昨天台北股市 在击杀的过程当中 是跌破十日线 跌破五日线 跌破十日线 只有上围告诉你 不要被骗了 为什么 因为台积电 因为鸿海是利手的 所以你看到这个答案 昨天上围告诉你什么 他还是要走这一段 我还告诉你自己去算 自己去加 台北股市2021年 牛年的终极目标 你会算吧 所以拉回来干嘛 早买一点 而且他是利用这样快速拉回 两天就拉回了721点 那不是很漂亮吗 拉回你不买 那各位 等到这个终极目标到的时候 你就会后悔啦 为什么 因为有拉回买空间才大 然后我们一档一档来告诉你 来各位 台积电 1月13号的我告诉各位 他已经涨了109% 来到605 可是我说过台积电 它是就是带着大盘要往上冲 所以为什么大家看到 16041打下来很害怕 为什么大家看到16041打下来很害怕 而且这一天是不是出现大量 这一天是不是出现大量 4342以跟这一天出现大量 4351各位你还记得吗 这一天我怎么告诉你 我说他是为了把周量冲出来 才不会量价备离 所以你看周量 这个量出来 化解了这个量价备离 然后呢 你又看到上礼拜五出大量 又让周量变成量价奇洋 才不会量价备离 很漂亮 然后昨天盘中杀到15320各位 太漂亮了 721点高低点拉回721点 刚好做一个回档修正完毕 换手再攻 所以你就看到一个答案 哇老师继续涨 然后昨天故意跌破 五日签收599 跌到599马上止跌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什么答案 昨天收607 今天哇老师今天不得了了 今天台积电马上汉地拔冲 再创历史新高 来到了632收627 大涨20块 各位大涨20块 对大盘贡献就170点了 对不对 再来鸿海 我说鸿海为什么后面台北股市 要去走期杆的长度 他一定要表态 为什么 因为他是落后大盘涨幅的 他基期比台积电低的 所以台积电加鸿海 各位这两大全职股 昨天的鸿海怎么走 看清楚了没 只碰五日线碰一下 昨天大盘还跌破十日线 会把你下出场是正常的 但是如果你看得懂台积电 看得到 看得懂鸿海 你就不会被下出场 为什么 因为台积电假跌破 五日线马上拉回来 鸿海只碰到五日线 马上拉上来 然后今天鸿海 昨天小跌一块半 今天鸿海涨一块 今天再多个连电来表态 好漂亮 而且是54万张 老师怎么这么厉害 是不是再创波段新高 量又滚出来 目的在干嘛 因为明天台子集结算 所以你发现这些全市股 全部表态 让很多空单 今天就几乎被结算了 不用等到明天被结算 今天你就投降了 你就投降了 然后再外加一个什么 联发科 今天大涨35块 是不是又重回五日线 那我请问各位 你刚才看到的这些股票 台积电 鸿海 联发科 这是台北股市前三大市值 前三大市值 然后再加上联电 各位联电 你发现 哇老师这些股票 照就台北股市今天可以大涨多少 265点 你看嘛 台积电涨20块 联电涨6.74% 联发科涨35块 鸿海涨1块 你发现这些股票 就像上尾讲的多头可用之兵太多了 为什么上尾一直告诉我 你不要去乱放空 拉回来赶快买 很简单的道理 这些股票都告诉你 它是强力多头 那我怕大家会害怕 会局限说老师 1万6 来到1万6就拉回 那是漂亮的换手啊 而且用两天回档721点 盘中交代完毕了 昨天就马上留一个长的下影线 今天马上就大涨256点 为什么 因为它就是这样换手 那为什么 因为1万6不是终极目标嘛 各位 再讲一次 1万6就不是终极目标嘛 我为什么要给你看这个 我为什么要给你看这个 你看得懂吗 突破旗形就要涨这个旗杆长度 自己去加嘛 所以后面有 今年有赚不完的钱 可是重点在哪里 你要买对股票 你要挑机器低的股票 你才能够短线加波段一起赚啊 懂不懂 好 再来继续哦 继续继续 你看洪家军的天狱 涨了278% 结果你看 它涨完了吗 没有呢 欲罢不能呢 没有发觉到 还在分盘交易 每天在慢慢创新高 没有看到 有没有 昨天又创收盘新高价 今天再创收盘新高价 来到161了 各位你自己看 你自己看 虽然收158% 可是你看高点 你看高点 你看高点 是不是 很强吧 这个线 有没有任何弯头 没有啊 所以今年有很多这样的好股票 涨的都不止五成一倍 可是重点是你要逮到 还要敢赚 还要敢报 所以你要分清楚 这样懂我意思吗 好 再来台积链供应链呢 加灯 老师今天加灯没涨 继续追踪啊 今天没涨啊 明天搞不好就涨给你看啊 你要看的是什么 我是利用拉回来碰月线买 对不对 这个VCR你看过了 所以你看你都可以买到270 一定买得到 因为都还有到269 然后买完之后开始涨 288 有没有慢慢涨 298.5了 你看就这样慢慢涨 昨天收300块 可是昨天高点是303 你看今天 今天高点是309.5 很漂亮啊 老师今天小跌 小跌没有亮说 有嘞 所以很漂亮啊 为什么上海说这很漂亮 他准备要去过这个高点了 我没有卖啊 我持续看好啊 好 再来 文帽 文帽 老师今天文帽大涨呢 对啊 大涨又如何 你看我怎么做 文帽我就是设定做短线价差 我就是想赚他100块而已 元月8号礼拜五 上个礼拜我买349 有没有 然后你就很清楚了 礼拜五349买完之后 然后就发现老师他开始涨了 继续标 有没有 从349这样 一直到元月14号收工 3105文帽短多单以大赚100块价差 450元以上全部站在卖方 落贷为安 保证你一定可以卖得到 为什么 因为冲到459 你说349到459 有110块我不贪心我只要100块 再上去就给别人赚 你说老师今天的文帽很强 对很强又如何 很强是这样啊 他今天涨20块半了 很强啊 445 我是在这一天告诉你 450块以上就给我卖一卖 好不好我就赚这一段 我就赚这一段 老师这里有没有再接回来买文帽 没有没有 没有 上回说过了 我要你买的是文帽第二 是这一档 我要你买的是这一档文帽第二 我要你买的是这一档文帽第二 而这一档就不是只做短线价差 为什么 因为它是低的机器 什么叫低的机器高的机器 你看得懂吗 来来来 我顺便再跟各位复习一下 为什么文帽我只做100块的价差 请问这是不是高的机器 是啦 哇老师对 这是历史新高嘛 就跟台积电一样啊 这也是历史新高啊 就跟大盘一样啊 这也是历史新高啊 所以你会害怕啊 这就是为什么上回还要用周线告诉你 它在走旗形整理 要走旗杆的长度 如果你看不懂 来来把这里放大 你就看得懂了 这是8523 这是旗杆 对不对 突破是不是要旗杆的长度 所以很明显 很明显 你就不会怕 可是个股你一定会怕 尤其是壮历史新高 你最怕它随时一个回马枪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做 如果是高机器跟大盘一样 跟台积电一样 你就是以短线价差为储 然后要散射停利停损点 就这么简单啊 那真正能够让你赚大钱 让你过好年各位你就是要找旗期低 本益比低 那如果呢是属于低价的 还有一个股价低于净值的那个更好 可是上回要必须告诉你 文贸第二不是低价股 不是低价股 它是低旗期低本益比 这样懂我意思吗 它是200多块的股票 所以它叫文贸第二 各位都知道文贸是从多少 是从349冲到459冲了110块 五个交易日 连你买进那一天算起来五个交易日 从110块里面 我只要赚它100块 很好啊 五天啊 同样的道理把成功的方法再复制一次啊 文贸第二 不是低价股喔 是高价股喔 200多块的股票 打出三个底 不只要短线赚价差 波段还要赚它50 很简单 你波段赚它50很简单 所以你特别要把握了 为什么上回说文贸第二要买要快喔 昨天是开始布局喔 今天告诉你要快喔 因为你再不快随时要喷出囉 随时要喷出囉 就像当时怎么样 各位来再看一次 就像当时文贸 你这里不买 这两天不买不好意思喷出了 拉回你不买又喷出了 又创新高了 好把钱放口袋 这个就这么简单啊 只花五个交易日就涨100块 所以我说文贸第二你要买要快 因为它快要奔出了懂不懂 你不要看它今天还没涨喔 今天还没涨喔 搞不好明天啪 找盘一点完活就冲上去了 就像当时在这里啊 老师还没涨还没涨 还没涨 等到你注意的时候 碰涨了 拉回来你觉得说 老师没关系啦 还会拉回错了 碰又涨停 所以它在这个地方 你再不买来不及了 所以呢文贸第二 文贸第二 你还没有跟上的赶快跟上 你已经错过文贸100块的价差了 你也错过了台积电 你也错过了天狱 你也错过了连电 连发科你都错过了 加登你也错过了 最新的文贸第二 你赶快来 把握上为推出的 你一半我一半 上为替你出50% 就这么简单 一人一半感情不算 除了帮你出50% 各位我还帮你挑会涨50%的股票 但是这么大的优惠 随时都会结案 所以你务必赶快跟上就对了 文贸第二 要买要快 赶快跟上 利用中场休息时间 电话拨通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休息片刻马上回来 亚洲投顾 民国76年成立 市场唯一的老字号 人才多 专业多 经验多 三多 营造获利 三多 创造财富 股票起货的专家 多空操作的赢家 亚洲投顾就是你家 有家的温暖 0800370888 0800370888 亚洲投顾 真心照顾 亚洲投顾 民国76年成立 市场唯一的老字号 人才多 专业多 经验多 三多 营造获利 三多 创造财富 股票起货的专家 多空操作的赢家 亚洲投顾 就是你家 有家的温暖 0800370888 0800370888 亚洲投顾 真心照顾 欢迎再度回到现场 当然如果是新的观众朋友 你还没有加入上围好友的 这里有QR Code 你就赶快扫描 我说这个盘你放心 非常漂亮 明天是台子期结算 其实今天已经先行反应了 我相信今天你手上 如果去看坏去放空的 你今天早就投降了 全部被嘎 全部被嘎在高点投降 为什么 很简单的道理 各位你看 这个叫台积电 这个叫台积电 各位还记得这一天吗 这一天 这一天 1月6号这一天 当时台积电杀到541 收盘收549 这一天大家多害怕 因为大盘爆量长黑 爆量 爆量 4351 当时我告诉你 大家都害怕 因为就像这一天 3847亿 你从来没看过 对不对 你从来没看过 跟这笔它是不是爆量 是不是长黑 是哦老师 结果是不是长给你看 到了这一天又来一次 又来一次 爆出天量 因为你从来没有看过 4350亿 你从来没有 只有上围告诉你 这个叫大量换手债工 为什么 因为要让周量化解量价背离 变成量价起扬 结果你看 从这一天1月6号 是不是再涨 你看台积电 这一天549 今天冲到632 你自己看 这样涨多少 这样涨多少 很可怕 对不对 老师对 这样涨了多少 今天涨了80几块 台积电 所以你要看得懂 你看不懂 你就会去放空 你知道吗 你不只没赚到 放空背嘎 然后你看 大盘这样走之后 你看懂了吗 对不对 这两天你看懂了吗 这两天 各位这两天又是关键 这两天 昨天杀到15320 还故意跌破十日线 我请问各位 你昨天看遍 所有的财经节目 看遍所有台面上的分析师 你绝对找不到第二个人 跟我上回讲的一样 我告诉你 礼拜五的高点 16041 昨天的第一点 15320 刚好回档了721点 刚好做了2292点 12月份涨步一次的修正 修正了0.31 31.5%左右 好强啊 所以今天大涨 你都不意外 为什么 因为指标股完全是强多 台积电鸿海 然后今天又加了个联电 联电 你看为什么昨天 台北股市回档 两天回721点 你看联电也是流下引线 然后重回五日线 然后今天砰创新高 联发科 昨天也是急杀之后 你看流长下引线 占稳十日线 今天砰 马上补回到五日线之上 这个意义非凡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这些股票 是指标股又占全值 很可怕 为什么要这样走 为什么 因为就是要走 上回告诉你的这一条路 因为台北股市 就是要走这一条路 今年牛年 就是要走这一段 就是要走这一条路 那我请问各位 你现在还会觉得大盘很高吗 不会啦 可是关键还是在 你要选对股票 如果是高级期的股票 上回就是只带你做短线价差 就像文贸 349到459 这样110块 我们就只赚100块 你不要指望说买最低卖最高 那我做不到 所以你就看到这个答案 为什么 老师 你只花五个交一日 有没有 3105短多单 以大赚100块价差 450元以上 全部占在卖方落袋为安 够啦 因为它基期是高的 如果你看不懂基期 我又教你一次 各位你看 老师 今天文贸 又涨 无所谓 我卖在这一天是最漂亮的 我也不会羡慕 我也不会说告诉你去追回来 各位请看清楚 这是高的水位 跟大盘一样 这是历史新高的水位 跟台积电一样 是历史新高的水位 如果你持有这些股票 我就恭喜你啦 你就把停力点往上移就好 可是空手的你一定不敢追 对不对 然后文贸100块 短线价差任务完成 所以上回帮你挑文贸第二 这个就不只做短线为什么 因为它基期低 它是基期低的股票 而且是低本益比的股票 而且比文贸更便宜 我说过它是二字头的股票 它比文贸便宜 文贸现在都已经多少了 老师文贸现在是四字头的股票 四百多块的股票 这个是二字头的股票 可是它未来会到三字头 未来会到三字头 我们要的不多 至少百分之五十就好 至少百分之五十就好 波段单 但是短线单 你要赚它一百块不难 短线价差 你就低进高处来回做 但是波段你要咬它五十%以上 我告诉各位 这种股票一定有机会 为什么 如果大盘像我讲的 要走期杆的长度 这种股票它一定不寂寞 尤其是趁这两天 市场还没注意 所以为什么上海说文贸第二要买要快 我很怕明天过后你再不买 它开始会加速涨势 就会像当初文贸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你认为它不会涨 对不对 结果隔天 一根大长红攻到涨停 虽然收盘没涨停 隔天小跌 隔天又涨停 所以各位 已经在加温快压不住了 所以上海才告诉你 文贸第二要买要快 到底在这里啊 因为怎么样 法人偷偷吃货啊 赶快啊 把握上海推出的 全面百分之五十 一人一半感情还没算 我帮你找会涨五十%的股票 会费又帮你打对折 一人一半 赶快把握 文贸第二 祝各位操盘顺利 明天同时间再会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顺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兴隐理线资料仲 未来就能不能以往之爪 不保证未来 明天直接说 吉他人员 既奋之后 我以往之爭 战人员 还有苏 这也是